而在春节期间 佛光山浦门寺也举办了 长者学院的成果展 同时为了欢庆浦门同军团20周年 还特别举办了主题展 祝大家新年快乐 佛光山浦门寺的法师 带领佛光人向大家拜年 青春活动期间 邀请书法老师现场辉豪写春联 还有一系列长者学院的作品成果展 许多民众看了之后 更是称赞连连 幻想学院被带给你过半辈子 真的平顺快乐 祈祥如意 同时蒲门同军团 欢庆20周年 在五楼社教馆举办主题展 设置各类游戏关卡 民众体验完丢球套圈圈等等 都让大家玩得好开心 同军最轻人有一些鼓励的作用 后第一 对啊你看 还有那个扎影的 谢谢 谢谢 小小茶师现场泡茶凤茶 让蒲门寺的新春活动增添一股温暖的感受 假日佛学院的同学也帮大家冲泡咖啡 展现平常学习的成果 各类展览持续到2月26号 邀请大家前来礼佛 顺道来一趟体验之旅 人间卫视台北综合报道